你要吃豆腐非常香,香有的米油了 这个时候你再吃一块裙子,清凉一下 哎呀,这裙子怎么做的,这么好吃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煮五香花生米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花椒60个粒,一个粒一个粒茶60个粒 大料两朵,辣椒段 你照它十个放,我这十个可多 你就照十个,香叶六片,我这烂糟糟的 可能是七片八片的,你就照六片就行 葱姜,先放到盆上,然后把这个碎皮 这样有两块就行,正常的,我就都割了 六微多一点,没问题,多一点小一点都压 现在,姜放里20克,这样拍一拍,这样裂开 能把味儿释放出来就行 葱段,这么断开,鲜的葱 可以先洗一下,洗一下,这样 来,朋友妈咱看一下啊,直接下到锅里 盖上盖,把火点着,最好让它开锅,十分钟把这个料香味可熬下来 然后呢,我再把它捞出,放到袋里 现在看啊,一斤花生米,先用这个水清洗一下 加满水,泡上啊,这边没开锅呢,开锅把料熬上十分钟 这个呢,现在就泡上十分钟 一会儿见,看啊,十分钟时间到了 这叫五香料汤,这叫五香料汤 先把它都捞出来,这样啊,捞干净的 都撞到袋里 看啊,把这个花生米泡了十分钟 下锅,下锅 放火烧开,开锅五分钟 然后,关掉火 在锅里再焖上半小时 现在要加上盐 盐呢,给它口大一点,加这些盐 你尝一下口,这口呢,偏咸 通常的八分口,你给它往上烧 顶一顶口,把这滋味都给它吸住进去 开锅,我们再说,一会儿见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料袋拿出来,这个先不用了 这个汤水,是我饭店用的这种料汤 煮三斤,四斤都用这些汤就可以了 我这是一斤料 汤水看上多 如果,在里面泡上半小时 就是着急,如果不着急,你就泡上它 十个小时,八个小时 这花生米要入口,相当的行 其一,就是,其二,最关键的一个点 说这个,使用这个勺,把变石铁勺 这是不锈钢的勺 煮这个料水的时候,最好使用砂锅煮 或者呢,在屠层的那个叫不粘锅 或者铝锅煮都行 它呢,煮这个汤不下锈,不发黑 这是关键 如果,选豆子选错了,是陈年的豆子 花生豆,下锅里一煮一接煮这个铁锅 颜色会很难看的,黑乎乎的 过去啊,老师傅掌握了,这个豆怎么使 陈年的豆和鲜豆子,两样煮 分的煮,一个煮的是黑色的豆,紫黑色的 另一种呢,是粉不出白的那种 两种都煮好了,往一块儿也罢 叫它呢,半双豆,你看,有意思吗 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不够鲜 要是用这个砂锅煮出来的,粉白色 就比这个颜色好看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要点着火 然后呢,加上水 烧开一锅,这个要做啥呢 叫五香花生米拌芹菜 把这个芹菜一破两半 切成丁 这样,美观一点,好看一点 这样 好了,胡萝卜也是,切成丁 像眼丁 看啊,这样 十指呢,切小方丁好看 像眼丁切不好的就碎到糟 你这么看发碎,你要是放这里就好看了 把这个料下锅 在可能的情况下,少放上点油 看啊,开上来了 刚开上来 最多开上锅便超二十秒钟 捞出这样 让它均速的凉 颜色、味绿就可以 来,咱看啊 把这个豆子 现在这个豆子呢,叫半入味 但吃的这个 也确实非常的好吃 少放上一点味精 再加上一点盐 为了好看呢 你倒再少加上一点色拉油 尽管 这个菜的颜值不高 但绝对的 能过关啊 能过关 能基本上达到要求 这一种呢 就是突出五香料味 味精 颜量得大一点 因为这个里头呢 有啥呢 有那个芹菜 一半盐就可以 然后呢 咱们家有材料油 你就放点材料油 没有材料油 你放点香油 或者放点花椒油 都可以,我这是香油 啊 这个说好了 啊 来,朋友们 现在 我拿这个 小勺 咱们尝尝 啊 看这味怎么样 关键是 这个是灵魂 但咱们要尝尝这个芹菜啊 这个芹菜入口 是半口啊 别咸了 说半口就在六分口 吃到淡了八千 都没啥味儿 让这个芹菜这个味儿 来衬托这个 豆子味儿 相当好吃啊 但你要吃豆子非常香 香油的迷糊了 啊 这个时候你再吃一块芹菜 清凉一下 哎呀,这芹菜怎么做的 这么好吃 就叫啥呢 红花的绿叶糊 香油之间有个称作的 好了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诸位观看